接著我們來看 那你在編輯到一個段落之後 有沒有可能我們字幕裡面 會有很多的同樣的字詞要替換 有可能,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專有名詞的部分 他通常比較有機會錯 對不對?所以說 你如果說要替換的話 你可以找到這個地方 編輯裡面有一個叫查詢跟替換 或者你最簡單的按下快速鍵 Ctrl加F Ctrl加F,平常各位有沒有用過 我們一般的Office裡面或網頁 Ctrl加F,不是就會跳出這個嗎? 你看 用一樣的快速鍵是不是 就會了?那我 打開這裡給你看 比如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叫目標 對不對?好,那我把目標 你看我先按下去 這裡有關掉 我想要找到目標 我想要找到目標 這裡這裡 哇 哇,卡住了 哈哈 等我一下 好 好 目標 好 你看這裡是不是有兩個目標 那我來按一下 第一個在這裡 下一個字在這裡 哇,兩個一起 那我如果想要替換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來這邊 把它替換成哪一個字 這樣就直接換掉 所以就比較快 比較不用擔心有漏掉的 好,這是一個 然後我們往下看一下 如果你字幕確定好了 請問我會做一些字幕的樣式 可以喔,你看在這裡 現在他給我們的 是不是用這一種 對不對? 那你可以到哪邊?到字幕的格式這邊 你就可以來選擇我的字體要哪一個 你可以選擇你要套用的是全部還是單一個 好,或是你選擇的 那它的字的大小多大 樣式是什麼? 我們常見的字幕的樣式大概是這幾種 那這幾種你這樣看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的這裡面 我有跟你顯示一下 最常用就是加邊框 第二個就是下面加一個背景 第三個什麼都沒加 第四個用陰影 對不對? 好,這是常見的 好,常見的你可以像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加進去 好,到這裡為止 其實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 幫我們把影片是不是就剪輯完了 那如果你有第二段第三段怎麼辦? 難道還要再開一個專案嗎? 欸,不用這麼麻煩 你可以直接找這裡 檔案裡面 你看喔 檔案裡面喔 有沒有一個可以添加影片 也就是說我今天可能有兩段影片 可是我在一個專案裡面直接做就好了 那我就來這邊添加 有沒有感覺這三個有點熟悉 對不對?你可以從電腦再傳一個 從你的手機再傳一個 或直接錄音 那我這邊我就先再傳一個 比如說這個 九月份有老師的開啟 有沒有又一樣? 你看 我按一下確認 喔,法律實習課喔 法律實習課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哈哈哈哈 但是像這樣它是六分鐘的 對不對? 它就把它傳上去 那這個地方我利用它在傳送的時候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透過剛剛的方式進來的話呢 它那個叫做場景 其實平常你也可以從這裡打開 這個位置打開 做完了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我中間多一個東西跑出來了 有沒有一個場景跑出來 所以呢 我今天在這裡 這是實習課的 這個是我的遺事有課的 有沒有 我就可以這樣切換 你也可以幫場景命名 欸? 講到場景你有沒有講到 我們剛剛 嗯哼也有場景 有沒有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學的 好像都在講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切到這裡之後 我就只針對這段影片 所以你這裡 可以再繼續增加 其他的 也可以把這裡收起來 像我現在 我有兩個場景 現在在第二個場景 如果這裡回到第一個場景 你來看一下 有沒有這兩個場景 現在在第一個場景 這樣你就看清楚了 對不對? 好,所以 這個是我們在 Bzoo裡面 你要編輯的時候 其實很方便的地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謝謝 謝謝